哈喽 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师轩 我们今天拆机开箱有个粉丝他比较急啊 他有一个料子要做个平安扣 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个料子 我是不建议他寄过来做平安扣的 因为他的那个料子不太好 做平安扣没什么价值 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料子 对于他来说意义很大 我让我帮他一个忙 现在这个话之后还是决定帮他这个忙 最近发现一把特别好用的刀 还是微料的刀好用 这么多的吗 他到底要做几个 什么意思啊 哦 还有一个小纸条 长毛大师您好 一个片料做平安扣和一些碎料做顶珠 另外还有两个平安扣帮忙抛光一下 谢谢 OK 看一下这个要做平安扣的材料 为什么当时不建议他做平安扣 这料子真的是 真的是特别干特别差 接着拆 但是这个很荒啊 他不是他直接写了我大名 不会是我的私人物品吧 我的私人物品 那个呀 那个可以做吗 给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吗 这能播吗 能播能播能播 我自己会买一些别人的手工过来 我们经常会买一些小东西啊 小石膏啊 回来学一下 他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然后进行一些创作 这个又是什么 这也是写的我的大名 不会又是说私人物品吧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平州做玉器做珠宝的一个粉丝 然后他私人会玩一些翡翠过来祭寿 哇这么冰 一个清水底的一个小山水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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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里可能看不去底色淡一点 但食物真的底色很甜 蓝琴的一个小佛宫 是叫的 好漂亮 这是什么 带一点飘花的一个蘸观音 观音讲的一点 像他比例 不太喜欢 再看一下这一尊观音 这个观音也是有点 不太喜欢 不过料子真的是 很纯很老的料子 尤其银光的 非常焦焦中之王这一件 料子很漂亮 这个料子我想给它抹了 给它改一下工 基调的 典型的基调工 哇这个算是很漂亮 一念 做的一念之间 这个料子 漂亮 这些还有一些死花 嗯 鲁鲁鲁清水的一件随行件 哇这个真的是好美 它起刚性的 会不会比里面好一点 会好很多 非常漂亮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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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质相当多 相当多 就是现在的价格都不便宜 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 现在价格相当多 行吧 那我们就去给粉丝 把这个扣子给它压出来 完成它一个小心愿 好了我们又来到了老朋友圆哥这里 圆哥圆哥 这个帮我压给比安科 这个帮我压给平安科 淡不吃药二瘦了 好了平安科已经帮大哥搞定了啊 他们挑了一点红花 我们把这个刀剑拿回去吧 走了 拜拜 天安扣我们已经帮粉丝大哥给他搞定了 我们可以最后看到一个他的一个成品效果 他的工费是20块钱 还没有抛光 抛光可能又要一个一二十二三十块钱 那这个东西他抛光也是不起货的 那为什么还是要帮他去做呢 我当时第一步是不建议他去做的 因为这种大历史 大家也看到这种 他压出来也没有什么那个太大的价格 有时候可能还会赔一个工费 你们说料不抵工 你们选择基调 那现在这个他连压素面件 他都是这个料不抵工的 那可能你最后搞完几十块钱 你最后这个成品他就值个十来块钱 但是还是去帮他做了 因为他这个东西对他的说意义非常 具体什么意义我也没有问 那这个就像很多人 他第一次堵食 有些人第一次切食都切出来很多件 他要把这层件 做点小东西出来 这些东西也可能有些做豆子 可能要计时或者手工的要一两百一个 他那个成品效果可能还没有直接 划个一两百买一件豆子来的那么好 那他还是去做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价值不在于 它本身在于它能不能给你 带来一段回忆 带来一段故事 你看到这个东西能联想到我们 也许它是别人送给你的 也许它是你的一次难忘的经理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